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新闻事件 中共罕见高调纪念前领导人华国锋 2月20日 中共当局高规格纪念华国锋诞辰一百周年 许久不露面的毛泽东至孙毛新渝也出席了华国锋诞辰百年纪念大会 中共中央常委王沪宁发表纪念讲话 王沪宁隶属华国锋参加革命历史 直到一举粉碎四人帮 挽救了党 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他称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做出的重要贡献 对于之后的历史 王沪宁称 华国锋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 拨乱反正 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 华国锋的名字与两个凡事连在一起 两个凡事的内容是 凡事毛主席做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事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予地遵循 这成为邓小平要他下台的罪名 邓实质掌权后的法则是四项基本原则 即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反对彻底清算毛泽东 坚持三七开 北京高调纪念华国锋也被视为是服务于当前的形式 王沪宁的讲话突出了这一点 他在讲话中说 我们纪念华国锋统治 就是要学习他党性坚定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不论时代如何发展 条件如何变化 对党忠诚始终是第一位的要求 王沪宁还称毛泽东评价华国锋讲老实话 是老实人 要求广大党员 干部要坚持修身律己 慎忠如始 时刻自重自警自警自立 做到慎毒慎出慎威慎有 第二个新闻事件 缅甸上千民众为抗议中守卫去世者对海送行 2月21日 缅甸民众向军方镇压的守卫受害者 一名年轻女子致敬 这位20岁的杂货商 也成为缅甸反抗军政府运动的标志人物 尽管前一天周六发生警方向示威民众开枪的暴力事件 但今天全国仍有大批群众参加反政变示威 2月9日被枪击头部 于周五死亡的20岁女子对海的葬礼今天 在首都内比都郊区举行 有几千人出席 据法新社2月21日的报道 棺材经过时 众人高举三根手指表示抵抗 高呼 打倒独裁 我们要战斗到胜利 然后默默散去 在军方 二亿政变进三周后 缅甸民主派的反抗运动没有动摇 本周日 全国各大城市都有数万人上街游行 偏远的乡村也有抗议活动 在经济首都仰光 一名26岁的示威者说 我们已经做好了失去生命的准备 我们将战斗到底 如果我们害怕 我们就不会成功推翻军政府 抗议者也聚集在中部城市曼德勒 昨天周六在那里发生了军事政变以来 最致命的暴力事件 警察在一个造船厂 向赶来支持罢工抗议工人的示威者开枪 据一个志愿救援队的队长吴兰敏说 当时 有两人死亡 其中一名未成年人被击中头部 大约有30人受伤 有一半的受害者是被实弹激动的 其余的受害者是被橡皮子弹和弹弓打伤的 第三个新闻事件 拜登宣布德州陷入重大灾难 2月20日 美国白宫称 总统拜登宣布德克萨斯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虽然全州已恢复供电 但上千万人依旧难以获得清洁的饮用水 德州环境质量委员会执行主任托比贝克介绍 由于电力不足 管道冻结 某些时段使用率高 我们收到的用水问题报告越来越多 当局在全州设立了300多个温暖中心 向居民分发饮用水和食物 随着寒冷的空气向北部和东部移动 德州的温度有所回升 过去一周 强势的冬季风暴也席卷了俄克拉河马州和临近各州 引发了一场罕见的深度冰冻 导致全国至少69人死亡 仅在德克萨斯州 就至少有20人死亡 本周五 该州超过一半的居民面临供水短缺问题 德克萨斯州是美国本土唯一拥有自己独立电网的州 风暴来袭后 超过400万人无电可用 供电恢复后 该州的灾难性局面有所缓解 不过截至周六上午 仍有超过7.8万户住家停电 德州总人口有约2900万 目前约有1430万居民受供水问题影响 就目前来看 发放瓶装水依旧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截至昨晚 我们已经通过联邦合作伙伴订购了990万瓶水 目前已经分发了210万瓶 德州应急管理处负责人尼姆基的如是说 此外 该州已经订购了500万多份即时餐 不过由于天气原因 这些餐食的分发受阻 多个城市提醒居民 水必须烧开后才可以用 拜登宣布德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意味着联邦将向德州提供更多救灾资金 包括临时住房和房屋修缮方面的援助以及低成本贷款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已向受灾地区发配了发电机和物资 包括水 毯子 燃料和即时餐 拜登还要求联邦机构动用更多资源来帮助应对紧急情况 第四个新闻事件 华春莹问为啥中国人不能用推特联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月18日回答记者提问时 反问了一句 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脸书 出乎许多人意料 2月18日 有记者就美联社报道提及中方制作 并传播关于美国制造新冠病毒作为生物武器的故事 并指2019年以来 中国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外交账号数量 分别增加了三倍和两倍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回答道 说到推特账号数量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调查过有多少外国媒体和外交官使用微信 微博 为什么外国人可以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 而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脸书呢 这只是增加一种 同外国民众分享信息 沟通交流的渠道而已 不少网站对其发言很吃惊 在品从网站有网民写道 我也想问啊 为什么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脸书啊 党和国家是为了人民好 不让他们受西方文化的侵袭 你怎么就不懂呢 修墙也是为了普通人好 上推特被关八个月的那几个寻信资是罪 不知道放出来没有 中共对网络的严厉封锁众所周知 推特 脸书 谷歌等大量国外社交平台和网站 全被挡在网络防火墙之外 近几年 大陆网友想翻墙出来看外网信息 所冒风险也越来越大 不少人被核查 被拘留 被逮捕 但不少中国外交官或官媒居民自由浏览 即使用国外网站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